如果我們要做懲罰器 像32位元的懲罰器 那最簡單的一種叫做移位懲罰器 就是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在加法的 就是懲罰的過程當中 像這個樣子 然後你每次 每次做完一個懲罰 就移位 做完一個懲罰就移位 然後再把它加到結果裡面 好 那這種 移位懲罰器 在Vlog裡面會有 好幾種做法 那每種的速度和成本會不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最簡單的一種 是我們用 用 4回圈做的 但是這種懲罰器 很耗資源 來看一下這個做法 Modifier 它這個是 S和Y 各32位元 那各位要小心的一件事情 在乘法上面 32位元的 整數 跟32位元的整數 乘起來可能會到64位元 最多可能會到64位元 因為 為什麼呢 你看剛剛這個過程就知道了 它會一直往後面 一直往後面 一直移一個位 所以這邊會一直突出來 32位元一直突出來 結果就 突32次就變64位元 那這樣的結果就會造成你的 你的輸出的部分 本來是32位元 要變成64位元 那通常呢 像C元 算完之後會把它解掉 如果你結果也是32位元的話 算完之後它會把它解掉 那 在這裡我們看一下它的做法 一開始 你看 X要乘以Y 所以一開始它讓A等於S 然後Z就是總和 等於0 然後呢 它做 從0做到 31 然後呢 如果 如果 那一個位元 如果那一個位元 它是 1的話 那我們就把 就把 這個 A 給加上去 A就是那個 那個 原本就是 X 那只是它會每次移位 的那個東西 然後給加上去 那如果 Y 是0的話 那個位元 是0的話 那就不用乘 也不用加 就略過就好 所以最後的結果 你會看到 我們做測試 我A 射程17 B 射程7 然後呢 延遲 10奈秒之後 我們印出來 然後 我們看到結果是 17 和7 相乘 1119 OK 那這個是 第一個 32位元 的乘法 的做法 但是 要提醒各位 在Verilog 裡面呢 這種做法 不好 為什麼 Verilog 裡面你用 4回圈 它其實是 直接把 這些電路 攤屏 展開 在整個城市裡面 有點像巨集的做法 那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 你要做完這個程式 需要用到 32個加把器 這是不可承受的 狀況 你要做完這樣一個 一個模組 卻要用到 32個加把器 串起來 那這是一個 很難接受的事情 所以 這一個程式 不太好 但是我們先 讓它執行一下 看看它的結果 是否正確 好 我們儲存成 MUL32A.V 然後呢 我們 偏利執行一下 好 你可以看到它乘起來 是119 沒有錯 但是這個做法 真的很不好 所以在很多那種 硬體公司 就是設計數位電路的公司 他們如果用Vlog 當工具 語言的話 那他們 會有個規定 通常那些公司 很多會有個規定 它強制你 不准用佛語法 因為 很容易造成 電路過大的問題 所以 它會 會有這種 感覺好像有點奇怪 為什麼明明一個語言 有資源 卻不讓你用 電路可能會過大 所以呢 比較好的做法 是像這種 採用 32個時脈 每個時脈 做一次加法和移位 這樣的結果呢 就可以讓你只用一個加法器 就做完整個電路 那我們看一下 這一個乘法的用法 首先呢 設定 總加法 總 總位元素是32 然後Z等於0 然後 一開始的A 就是S S這個輸入 S 然後呢 每次它就把位元素-1 位元素-1 然後 把Z呢 往 左移位 然後 如果那一位元呢 是1的話 就把它加上去 如果不是1 那就不管 那 所以 當這樣子 程式做完之後呢 它最後 裡面 的Z 會是兩個相乘的結果 好 那我們這邊 今天就要來測試一下 一樣 有一個Mult prior 這個也叫Mult prior 跟剛剛一樣 但是呢 我們一樣 放17和7進去 可是這一個 跟剛剛的運作方法 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必須要經過很多個clock 很多個時脈 才有辦法跑完 而且呢 它不會跑完之後 自動停下來 但是它會輸出一個 就是說 完成的訊息出來 說出一個完成訊息出來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的執行結果 我們用 iVlog 這個 2MUL32B 然後 你會看到 這個有點太大 把它弄下一點 好 你會看到 OK 在這裡 我們 VVP執行 MUL32B的時候 17乘以7 一開始呢 ready等於0 bit等於32 然後bit再變31 30這樣一直做 做這時候呢 Z都沒有結果 也就是它的成績 是還沒算出來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 Z才會有結果呢 OK 這裡 這裡 一直到這裡 你可以看到 這裡開始Z有結果 因為我們的數字很小 所以一直到尾端 才有真正的1 所以這邊才開始累積有17 然後呢 到這邊 51 這是算到bit1 然後到這邊 119 這是算到bit0 算到bit0呢 它就會輸出一個ready訊號 這ready訊號是1 那於是呢 這個結果119 就是我們所要的 那所以在ready是0的時候 你是不能取詞的 你要等 一直等 等到ready變成1的時候 就知道 OK 懲罰的結果出來 把它取下來 所以這個電路而言 它的設計原理 是利用ready來指示說 我到底 現在的結果 是不是已經得到正確的結果 好 那這個程式 我們可以稍微 也執行一下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的是 懲罰和處罰 我們比較不容易去考 那請各位 把握住簡單的題目 在其中考的時候 盡量把握住簡單的題目 好 那這邊 mul321.v 那你可以看到 跟我們剛剛看的一樣 就是在 bit變成0的時候 那ready變成1 出來的結果 是119 就是正確的結果 正確的結果 那這是我們 乘法器的執行結果 我們一併把處罰器講掉 那同樣的 除法器呢 就也是類似 但是呢 它所做的 就不是一直加 它是用剪的 而且呢 本來是左移的 乘法器的左移 它變右移了 變右移的 然後在這裡 OK 我們把它 剪貼下來 但是 這部分 乘法和處罰相對的 你用Vlog來實施 你會覺得 比較困難一點 但是我們只是 把這個主題講了 但是沒有說 各位一定要 很熟 考試的時候 不用太強調這裡 好 那我們把 DIV的 處罰器 勾進來 然後呢 它的執行結果 會像這樣 一樣 到Ready等於1 的時候呢 它的R 和Q 會跑出來 Q就是那個 傷數 R就是remender 就是餘數 所以 90呢 除以13 就會得到 6 與12 這是整數的 處罰 所以它一樣 會用Ready去指示 好 所以我們把 這一個程式 剛剛 DIV 扣進來 OK 扣進來 然後我們把它執行一次 然後我們把它執行一次 好 那你會看到 這個Ready一開始都是0 所以 到了這裡 變成1的時候 傷數是6 與數是12 那6 乘以13 6乘以13 78 78加12 90 所以沒錯 所以 這裡 是 我們的處罰器 那它跟乘罰器 有點是倒反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所看到的 大概到這裡 那後面呢 還有一個 如果你承法器要做得更快 因為這種承法器要一直移位啊 或幹嘛的 會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承法器要做得更快 有一個演算法叫做布施演算法 那這個布施演算法 在某些晶片的承法器裡面會這樣使用 但是 它也沒有真的快到非常快 就是 只是稍微可以加快一點速度 那 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去試做 那你可以參考維基百科的布施演算法 好 OK 那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把整個 組合電路的這一張交完 那也就是我們 組合電路交完 組合邏輯交完 好 下個禮拜呢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上 算數邏輯單元 LU 那 之後我們會再上 循序單元 記憶單元 和處理器設計 上到這邊 就有其中卡 好 那請各位 稍微 練習一下 你剛剛 我們剛剛所做的那些事情 喔 對 56分喔 所以各位如果要下課 可以下課